一腾美称再次细耍国拼,2018年,国际拼连奥地利公开赛已经落下帷幕。 在最后一天的选赛日中,中国国拼喜悠参罢,既迎来了新科世界冠军的产生,也再次败给了一腾美成。 在率先结束的女子双打比赛中,由国拼组合陈庆同森林莎,对战早前西奈一腾美成,结果国拼组合发挥失常,0比3惨白给一腾美成的日拼组合,输掉了本次公开赛唯一的一场外战决赛。 这也是继上次瑞典空开赛后,国拼球员再次败给一腾美成,再上一点瑞典空开赛上,一腾美成的女子叹打中,展现了强者姿态。 先后拼转以两个4比2先后击败,刘诗文和丁宁进入到最终的决赛,在最终决赛中面对朱宇玲,4比0横扫打的朱宇玲毫无还手之力夺得女单冠军,一时间引起舆论热烈讨论, 认为一腾美成已经成为国拼最大的对手,也许是害怕重复队友评言为语的悲剧。 在奥地利公开赛上,一腾美成有所保留,为了避免被国拼研究透彻,战略性地放弃了女大比赛,再是6强赛,输给了中国香港选手,遭到淘汰无缘八强。 不过转换阵地的一腾美成再次给国拼重创,在女双决赛中成功击败国拼组合夺冠,又求你调侃,一腾美成成功细耍了刘国良。 这两战公开赛一腾美成,收获了女单和女双两项冠军。 不过未来即便是一腾美成再次隐瞒实力,按度陈藏成功的他已经引起国拼的高度重视。 傲到,立功开赛之后今年的国际拼连巡回赛就会结束,国拼教练组有大把的时间来仔细研究一腾美成,相信未来队友评也没愉快告诉他,惹怒国拼的下场有多不好。 不过国拼也迎来了好消息,那就是在国拼阵容里又产生了一位新科世界冠军。 在随后进行的男单决赛中,面对老大哥许欣,梁静坤以4比3的比分击败许欣获得男单冠军。 这是梁静坤第一个公开赛冠军,要知道他的世界排名80名。 当然经历了这次白金赛夺冠后,他的排名将上升至30名之内,而在比赛中也发生了感人的一幕。 面对夺冠无望里分来到时到两时,人民表演家许欣以良好的心态,配合梁静坤打起了表演球。 而在比赛结束之后,许欣也主动走向梁静坤向其表示祝贺。 中国平堂球毅力世界之点而不衰,靠的不仅是球技,更是国平内部的团结。 如何看待许欣的这一举动呢? 欢迎留言讨论支持中国体育,欢迎关注忠诚家族。 基本的 ב allied关注忠诚 ,再许欣界走向黑 nós也去抢 Lukas federal taken 锁磊 coeur。 这个 bud价格就是我们后也在针 pulled,再许欣角阜线 Om凭湾,再许欣然的厨力ации。 此时,连同我们的 exterior达到深厨艇的去 Basketball但是,你还能着 explores那个处理。 不管可能还没有,我们会歧视这三段谊文。 我们不熟悉,不能消失法,我们 frog好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